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箭少女顶话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 可以说第一场演唱会的成果还是不错的 不过第一站刚结束 观众就称1月20日第二站广州演唱会将改期 延期到年后 这一下就让已经购票的粉丝炸开了锅 从1月12日广州场的演唱会正式开票开始 连48个小时都没有又宣布了延期 那些订好机票高铁酒店给他门上的粉丝 已经哭晕在厕所 你居然很笨蛋 虽然官方说改期原因是因为演唱会联听春运 为了让粉丝能够安心回家 并且提出了补救措施 但很显然 粉丝的心态已经崩了 呼吁他们要合力对待粉丝 尊重粉丝 甚至有气氛的粉丝直言说 如果你们不把粉丝当人看 那我们也爱不起了 要说是官方原因 不仅粉丝都不买账 广大网友那也是不幸的 反而更趋向于另一种说法 称广州站取消 是因为票房太过于惨淡 之前具体举办 还有半个月时间的时候 黄牛就已经在折价出票了 各有办料说 主办方对于预售的数量十分不满意 要求把低价票的座位升级 然而这一举措 并没有解决火箭少女101 广州上演唱会 卖不出去票的窘境 不只是拿到赠票的黄牛 就连正规售票网站 也出现了打折的情况 1680的票卖了1400 并且所有价位的门票 都还能保证连坐 可想而知 这场还剩下多少工作 没有卖出去 为此不少人都开始质疑 火箭少女的粉丝购买力 是不是被过分高估了 除了火箭少女101 本身的原因之外 广州演唱会票房散赞 据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壮荡了1月19日 SNH48的金曲大赏免赞会 相比于1680元的天价 SNH48的金曲大赏的票价 就亲民的多了 最贵的也就598元 这也是因为金曲大赏 作为SNH48 每年的两大活动之一 定位就是回馈粉丝 门票定价 基本上就是平衡支出成本 所以粉丝们 每年都积极买票去看偶像 相比较于男团 中国女团的竞争 一直更激烈一些 尤其是这次 两大女团的演唱会时间对撞 又再次引发了 谁才能成为 中国第一女团的话题 不知道大家 对于中国女团 有什么样的期待 如果跟你一次 看演唱会的机会 你会选择哪个女团呢 请大家欢迎订阅 请大家订阅 请大家订阅